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美国道琼指数甚至写下整个历史的新高 可是台股几乎只能让你高兴多久 高兴可能一个小时就差不多 一两个小时就差不多 那你会发觉今天如果没有台积电 稍红来做撑盘 如果这些电子的全值股 包含鸿海 包含台大电 甚至在台塑士堡的股票 今天是稍红撑盘的话 我相信其实今天这套盘加全值数 并不是只有涨 并不是能够涨9点来解决的 搞不好会开高走低 油红翻了下去 因为今天的中小型的股票 是杀生隆隆出现 而且不是杀今天一天 很多股票其实都已经 做一波比较大幅度的回答 所以谈到整个大盘加全时数的部分 我想因为最近包含 很多的投资朋友 最近这两三天以来 不论在FB的88金会 可能有来敲我 或者在问我一些说 最近的操作真的不是非常顺利 当然这几天也非常多的投资 都打电话进来 询问我们对整个行情的规划 或者对一些股票的一些看法 毕竟我想在大盘指数 在这个区间的震荡整理盘的过程当中 说真的只要买错股票 只要爆错股票 只要你每次看到利多 八成的股票你追下去 都准备让你套牢 就像今天你看到美国股市 昨晚大涨 大家想说搞不好今天要大涨上去了 结果你在开盘大涨六七十点 你去追股票 今天几乎都可以让你爱到 今天的短线的最高点 那大盘加卷指数 却是如我们 导播可以的话 帮我们带一下 整个大盘的一个K线图 稍微缩小放大一点点 就很清楚看出来 这一波 今天就是标准的碰到 我们在盘中连线 甚至在我们的盘中扣讯 告诉我们家族者也讲的 碰到月线的反压8890上下附近 这个盘就是还要再做一个震荡整理 现在已经下幅 区间的整理已经慢慢接近了尾声 整个行情的看法 我想各位投资朋友 有些时候 真的因为看到很多投资朋友 真的可能自己操作 或跟其他专家操作 因为摸不着方向 所以老是追高杀低套牢的投资朋友 你看清楚 这个是我们在3月25号 送给你的一份资料 来导播报带一下这边 你会发觉 我当时在这边8508的 跟你讲往上画 画到这边时间点告诉你 当时你又来索取这份资料 台股上上线投资朋友 应该很清楚 有跟你说什么 4月中下旬之后会下来 好那下来这边 可不可以稍微帮我放大一下 导播这边帮我放大一下 那下来我们画这边 一个区间打底 给你看 我说中长多的格局没有改变 美国它所代表的是 来帮我看我的带来的字卡这部分 美国创新高 告诉你 是中长多的格局没有改变 但是并不是代表 美国今天创新高 我们台股今天就要创新高 因为整个打底还没有结束 现这一段就是在一个震荡打底盘 甚至在5月3号 我记得那天我们在台北的演讲会场 也把这份资料 送给来台北听演讲投资朋友 有没有这份资料 那这份资料 我想原本是没有打算拿出来公开 因为我想说这是我会员的权利 这也是怎么样 来听演讲会的投资者的权利 但是如果是股市澳 是我们88金会的家族成员 或者5月3号 你有来听演讲投资 我这边先跟你说声抱歉 那为什么今天要公开 我对整个行情的看法是其实是毕竟过去这一个多年 一两个礼拜来 真的很多投资都操作的不顺利 不论是在指数的金融性衍生上面的操作 变加多空双八 在各股方面只要买错股票 都被修理 包含今天可能很多人都被修理 开盘去追价 全部尾盘几乎都被修理到 那这个行情都发觉 我之前跟你说我现在把你公开 我就跟你讲就是一个区间震荡嘛 我只不过是把怎么样 当时在3月25号送给你这份资料的这里 来这里这一段怎么样 这一段怎么样 在5月份这边给你放大来看而已嘛 那这边你不觉得我当时在5月3号 画给你就是一个区间震荡打底盘嘛 对不对 这个就是从那个时候8671拉上来的时候 就是一个区间震荡打底盘嘛 那到现在为止 其实大盘加全指数 不是都大同小异嘛 不是就在一个上上下下 一个区间震荡打底嘛 好那这个区间震荡打底的过程当中 我想我今天在中午的时候 真的是有所感 真的是有所感 所以我在FB里面 也跟各位投资者说一些分享 我说明明这个盘 就是一个区间整理盘嘛 或者你要说一个区间打底盘 也可以帮我看一下 我带来资料打底盘也可以嘛 为什么说打底盘 因为我讲过嘛 整理完未来波段方向是往上看嘛 中长度的格局没有改变嘛 这次整理完未来再送你一波怎么样 千点行情上去嘛 可是在一个整理盘里面 我说这个盘 专门修理怎么样的投资朋友 修理怎么样的专家 每天追高拼命追标股的人嘛 每天都是想追追追追 我跟你讲 你自现在追 你会发觉今天追的明天就 今天追的强势股 搞不好就是什么 明天的弱势股嘛 对不对 所以你老是在追高杀低套牢嘛 第二个看不懂行情了嘛 尤其跟着软体操作的 涨的时候软体出现买进信号 你就去做追高 跌的时候 软体又出现卖出信号 比方说昨天跌81点 所有软体一定出现卖出信号嘛 卖掉之后反手放空嘛 今天开高七八十点 软体又是又出现买进信号 你都把空单认赔之后又反手做多 喂盘又再被杀 对不对 你怎么赚钱 专门修理追高杀低的 以及第三个 我们过去这段时间一直跟头重强调 如果你手中有任何持股问题的 我欢迎来找我们 手握空头弱势股票 而不晓得停损了 这些市场的投资朋友 一些专家们还有投资朋友 你认为我讲话有没有道理 可是在这震荡整理盘里面 你自己回过来看我在节目中 给你讲的一种 我们在操作一个tempo 我们带着我们家族员操作一个tempo 从4月中下旬看到902高点下来 第一个先带你避开300多点的沙盘嘛 这300多点我说过了 你还上我们技术分析课的人 有人上完课 懂得去做金融新衍生商品的操作 对不对 人家上完课学会的 人家反短一口就300点赚起来了嘛 对不对 好那你说867看到低点再上来 有没有跟你讲平概股的加联益 连续两根涨停板 当全市场都在看好加联益的时候 谁在两只涨停板的时候 告诉你获利了解 还是我们8%经营会嘛 带进一定带你出嘛 而且几乎是党党买在低档 卖在波段相对高档嘛 好4月底 4月中下旬到4月底做完平概股之后 对不对 马上跟你讲神机 对不对 智勤四根的涨停板 对不对 第五根 几乎第五根的涨停板告诉你获利调节嘛 对不对 陈德 4123陈德 对不对 也是在六七十块带你介入 九十块半告诉你获利出清 你看这今天陈德盘中也差点杀到快跌停板去 对不对 你要不要出 你先回过看你要不要九十块半出一趟 九十块以上要不要获利了解 卖人现在随便说真的要不要补而已嘛 价差都要出来了嘛 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带我们家组成的操作 所以要跟投资友分享的是怎么样来 整理盘里面是怎样 因是求稳计谈 你不然等到我怎么样 大盘整理的差不多 或是最近这几天我又看到 个股的买底要浮现的时候 我又要叫我会员大买股票的时候 我想反问哥投资 我想请问哥现在投资朋友 到时候你有钱可以买股票吗 到时候你有钱可以买股票吗 想一想我跟你讲话有没有道理 所以谈到这边的一些弱势的股票 我想真的很多股票非常弱势 包含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我记得也讲过大概一个月前 FB88经贵里面还给你提醒过 你去看今天的LED的族群 有没有相对的弱势 包含3698的龙达 导播可以的话帮我 我点到对 谢谢 这一波你看持续破底下去 2499的东辈今天也杀下去 2393的一个什么异光等等这些股票 3383的一个新四季 对不对 这些股票最近都是在创新低的 甚至把我们之前从头已经讲到 从14050块转落就告诉你的3498的阳城 对任何时候都有反弹让你走的机会 你看到今天还是一根中长黑在破底 3057的桥顶 我们也讲过嘛 对不对 这个也叫你站在卖方嘛 3265的台新科 489块有没有在节目中公开叫你卖一趟 我说第一季的财报会不如预期 我们的研究员去call go公司了 我们有告诉你 对不对 现在已经杀到39块多了 好这也公开告诉你 这是我们过去这一两个月以来 我们的家族成员唯一没有赚钱的一档股票 好我想我们都跟你讲 有赚就是有赚 没有赚就是没有赚 唯一没有赚钱的一档股票 我们家族成员都可以做见证 好甚至包含5261的创结 你看今天已经剩下90几块 这个gopio我相信投资的也很清楚 我们曾经代理赚过怎么样 连续两根涨点板的喷出 卖了之后 你看我们连想接都不想接回来 因为到目前为止 它营收仍然不如我们时的预期 已经跌到90几块 当然除了这些股票还有很多 甚至包含在生技股 我说生技股之前 在过去这段时间代理生技股 我们在节目中讲清楚吗 我说有些生技股 它是鱼木混书 有些生技股 是这一波跟着混損摸易上来的 你不要乱碰 你要做生技股 你跟紧我脚步来操作就好了 那进出那个 进出的那个买点卖点 我们那个tempo抓得非常的 不敢说是百分百分之百 但是我相信至少在市场上 做生技股的专家里面 我们算是非常棒的 对不对 好那我说谈到整个生技股里面 你去看1789的神龙 今天跌停板破底 今天跌停板破底下去 我们跟你讲你不要破 这一支是云药料里面本益比最高的 所以为什么谈到这档股票 就好像我们当时在讲4746的台药 4746台药 当时是带你买在买在72块附近 卖在86块2 卖完之后 我们也没叫你再接回来了 对我们把最好赚的那段赚起来了 好当时为什么讲到这档股票 我们在说台药那时候 我们也有投资本会问 在FB问我 在打电话进来公司问我们说 老师可以买神龙吗 你才看好原药料股票吗 我说我不要 神龙的本益比高达四五十倍 我不要买它 你到今天看到它跌停板破底下去 你就知道了 好你说新药股 我们这一波跟你讲说 基亚 这是比勇气的 要不要去买 我说那你这次跟进智琴的脚步 谈到智琴我今天在FB里面 我在针对它未来基本面 我再跟你做更加的详细的分析 我只会告诉你 智琴不是只有7500万美金的收权 就已经这么简单了 后续还有利多在后面等你了 所以这张股票下午我要再买回来 强性的行情 我在今天FB再跟你做分享 好那我们说当时在买智琴 有的人买不到智琴 我说你买不到智琴 好歹你给我买成德 是不是你跟着买成德 千万不要买哪一支 东洋 你去看导播帮我们带下4105的东洋 你看这一波不仅没有什么涨到 反而沙身隆隆 已经跌了十几块下来 还有人说好买不到智琴 那新药股都来买嘛 4152的台围体 对不对 今年还不会赚钱 你来看台围体最近这股价 也跌了几十块下来了 所以为什么说在 就算是在生技股的操作也是一样 甚至说包含在饮料包财股的股票 我说这一波你要买你就买大华 你不觉得大华至少都很 你就算你买它 没有大涨也不会跌到哪边去吧 甚至之前已经从三十六七块涨到四十一块半 涨了一波上去 我还没在节目中公开告诉你 你不要买红拳 9939的红拳 今天破底 今天破底 所以如果你有个股问题的投资朋友 我欢迎你 因为节目时间很有限 我不可能没档股票给你点出来 你有任何持股问题的投资朋友 我都非常欢迎你打电话进来 让我把你持股诊断 但是我觉得持股诊断 我觉得还不够嘛 最主要是投资朋友在寻 好那老师 你从四月底的平盖股赚完 五月初的智琴称德赚完 接下来如果这几天震荡峰回 有来到季线上下附近 有来到前波低点八六七七七七附近 如果这两天到整个五月十五号 整个财报不确定因素公布完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标的要下去做买进 那我觉得说我为了这一波真的是有感而发 因为很多投资真的操作不顺利 对不对 如果说八二三年涨到九千点 八百点的波段行情 大家都也都可以赚钱嘛 对不对 但是有本事 在这种整理盘 你去看最近这个盘就是整理盘 能够还可以继续赚钱的人 我觉得这才是本事吧 那你看我们这个大盘转折店 我相信不用浪费我太多时间多讲 跟你抓得这么漂亮 好那这个行情怎么来做 所以我今天特别推出了这一个 五八八我要发 五八八比较好记啦 五八八的这个活动 我的看法还是没有改变 我觉得我做不到的 我不会跟你讲 我只要我有本事做得到的 我一定尽力去做 也就是每一季给自己一次五成的机会 各位投资给你自己一个 每一季赚五成的股票 那我相信 我为什么敢讲说每一季赚五成左右 第一季的到时候 汽车零组件的建核心 对不对 五十几% 振华店五十几% 季升也有高达五十 涨停板四十几% 好这一季到现在为止 还过不到一半 我想加联益那些没有涨到五成了 我就不想讲了 对不对 智勤 智勤四十几% 对 智勤38% 将近四成的涨幅 这是我们目前第二季 让你看到什么标的 那我想这个活动 你要听清楚 这个活动 我们代金一定带你出 股票不要太多 一档就好 换句话说 如果你现在是 很多投资都说 我现在老是 我没有钱啊 我也知道你介绍股票很好啊 但是我已经卡在那些 弱势股上面了啊 如果你愿意换股的投资朋友 或者说你这边真的不想要该怎么做 那我讲不是一次跟你讲五档十档股票 那个乱枪打鸟射飞标 对的拿出来讲 我相信你也不要嘛 比实力 比准度 逼 有没有本事让投资你赚到钱 就像你看我在节目中 讲的股票会很多支吗 不会嘛 都是一支两支带着你赚上去嘛 大概平均一个礼拜就带 一档到两档 大概两档股票给你来做嘛 对不对 一档就好了 我也没有时间 真的 盘中我们的服务人员没有那么多时间 跟你报你太多档股票让你赚钱 何况我们还要带你进带你出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不可能太多档股票给你就一档就好了 好 那这个活动 我也先讲明哦 我不是很拽 当然你要觉得我太拽我也没有意见 因为我觉得说 机会是很难得的 我们要留给真的下定决心想赚钱的人 所以我也讲得很清楚哦 如果你只是要验证参考看看的 那个明天或是后天随时打电话给你 叫你买某一档股票的时候 如果你是说我只是参考看看你不会买的 谢谢 你不要浪费时间打电话进来哦 你那个电话钱省起来哦 真的不要浪费时间打电话进来 或者怎么样 我只是想买一两张 因为我可能之前自己或跟着其他专家做的不好 我只想要买一张两张试试看的 反正你要验证的 你要试试看的投资朋友 我今天话都讲得白一点 不要你打电话进来 再来有争议有后悔嘛 请你怎么样 你可以继续看我的节目 你可以继续看我的FB的88金会 但是请你不要来电登记 我先跟你说一声谢谢 你只是要验证参考的 或者你只要买一两张试试看的投资朋友 我在节目中直接公开的呼吁你 你继续看我们88金会节目 看不够的话 FB88金会你继续看下去 但是请你不要打电话进来做个登记的动作 OK 应该很清楚嘛 那也顺便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 让给真正想要赚钱的投资朋友 那也许我讲的买点到了 个股觉得该出手的时候出手 那这个点也许明天嘛 也许后天嘛 我不敢跟你讲嘛 也许明天早上九点半嘛 也许明天中午十二点嘛 也许后天十点半嘛 但是只要买点到的时候 我们自然会通知你下去嘛 对这个588活动你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你想参与的投资朋友 最重要是你想赚钱的投资朋友 我想我这边不要浪费太多时间 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进来好不好 谢谢 好我们更多的分析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来 打疫苗咯 不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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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就是你 年过五十得过雪凍 都要预防披折喔 另外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会得喔 可能会失聪失明失能 哪有预防披折 下电话 三个爪 0809009595 我打了 那你呢 你有长期胃痛 为时报逆流的困扰吗 快打免费咨询专线 0800017 017 赠送有国家认证的试用包喔 李洲投股 李洲投股 专业团队为您服务 最精强的产业研究团队 领先市场挖掘好股 拨断为主 短线为辅的操作策略 全方位掌握股市脉动 下询专线 0277251377 77251377 你有长期胃痛 为时报逆流的困扰吗 快打免费咨询专线 0800017 017 赠送有国家认证的试用包喔 大大姨妈 卸掉眼妆 却卸不掉眼睛里的残妆 新鲜式含天然植物成分 哇 拾去脏污 消除疲劳 预防眼病 新鲜式洗眼液 我想换了 这么多年不都习惯了 但换得很麻烦 才不会 是 换得会比较好吗 当然 妈 你也早该换了 我也换 那 你爸怎么办 一起换到远传啊 好啊 谁 远传网路速度最快 服务又好 超过700万人都带用远传咯 还有多款独家超支售 我也不想忍了 走 马上换远传 今年送妈咪最聪明的礼物 超帝岳父299 秒虾红米机免费送 你有长期胃痛 胃势道逆流的困扰吗 快打免费咨询针線 0800-017-017 责送有国家认证的试用包哦 金菩提素 盖活力 没弹固醇 没防腐剂 金菩提素 一罐抵多罐 最划算 好人都没收听 金菩提素 盖活力 盖有力 也有 金菩提素 各一百 三种专利 各一百 更稳定 欢迎再次回到了88基因会 今天在最新公布的现货里头 位置又是站回了买方 今天是小买台北股市来到了35亿 在前两天 礼拜一跟上礼拜五 位置都是站在了卖超幅度 还算是不小 今天小幅度的回补 是不是能够暂时疏解一下 台北股市当中的买牙 我想其实这个行情我刚刚 其实从这份资料里面 甚至你包含你如果昨天虽然跌80点 你看我在FB88基因 跟你的内容就很清楚 我就讲过了 这盘就是一个震荡整理盘 区间打底 那区间打底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不用说跌下来看得太空 你不用因为涨上去又看得太多的观 但是中长多的格局 我还是没有改变 这个其实不是说五月初才画的 我从三月份的时候 大盘指数还没看到这波902高点 我就都已经把你规划好了 好那整个大盘这边区间震荡过程当中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讲嘛 你不要追高杀低嘛 对不对 你会真的很容易套牢赔钱 那如果这边不晓得该怎么做 我刚刚也讲了嘛 我这个FB88这个活动 你今天一通电话打进来 如果你这边真的不晓得怎么做 但是你又想赚钱投资朋友 或者你是每天在看节目 一直找不到一个机会点 一个时机点 来跟着我们同步进出的投资朋友 我认为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机会 这个机会我也不晓得 我就跟你讲嘛 等我出手那天 我们就这个活动就结束嘛 好不好 这个活动就结束嘛 那我讲嘛 也许明天也许后天 我不晓得 反正我觉得好的股票 OK的 会大涨股票 我开始我通知你下去嘛 好那回过来谈到整个这边的生计股 我想过去的这段时间 为什么一直看好一些部分的生计股 包含在智琴的股票 一定有原因在嘛 好你看我就是会看好智琴 过去这一两年 一这一年多来 你会发觉我都绝对不会看好台位提 也许哪一天台位提 有机会我再告诉你 好那现在整个智琴这一波 好整个这一波的智琴 怎么带着你大赚 好像是在底部区 第三次在底部区 等到的会员布局完了 好你会发觉 我一定是会员布局完了之后 我才会在FB88进会 我才会在节目中跟你分享 好但是分享的时候 那时候我相信你很清楚 智琴是在250块我就公开告诉你 在260块的时候 我要告诉你 你赶快下去嘛 你赶快下去嘛 好就算你没有像我们会员 价位买的那么低 那么低也没关系嘛 但是等到你看到这一波的智琴 的连续涨停板的喷出 连续涨停板的喷出 这样可以吗 对不对 短短几天100块 一张赚100块 一张赚10万块 又可以放在口袋了 那整个智琴 我讲过了嘛 后续一定还有行情嘛 那后续为什么还有潜在利多 在后面等你 不是只有这个 拿到药证的授权金 7000万美金 这样子就可以解决 后面什么样利多 因为今天节目很有限 我们在节目中跟你讲 我在今天FB88进会面 我再跟你做比较详细的分享 你如果对智琴下一次的买点 你有兴趣的 这一波 生技股下来要买什么的 一样嘛 588嘛 588这个活动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 你待会可以打电话 赶快来做登记的动作 或者 然后你来登记 我们要讲清楚嘛 顺便你 把你的资金所谓 告诉我们线上服务人员嘛 你没有30万在做 50万在做的 我报你智琴 我报你什么 类似这种300块 400块股票 那你也不可能会买嘛 对不对 资金少的 我规划的是 可能是怎样 比较中低价位的 或者 如果当看好的生技股会长 资金少的 就像我们当时一样嘛 几十万在操作的 100万在操作 我让你买 小智琴嘛 我让你买 小智琴成德嘛 对不对 最后成德 一样波段大涨上去嘛 那你资金比较大的 我当然就直接带你买怎么样 买进智琴这些标的嘛 那说你说 这一次的588的这个活动 难道只有 只有生技股之外吗 还有没有别的股票 有 我认为在电子股里面 包含苹果供应业也是一样嘛 我没有改变我对苹果供应业的看法 因为他现在第一季财报不好 是正常啊 因为第一季是 出货的空窗期嘛 但是如果慢慢进入第二季的被料 第三季的出货营域高峰 来个投资朋友 你去看看去年的 评概股 你去看前年的评概股 这过去这两年评概股 你会发觉大家有共同现象 你要在财报公布利空的时候干嘛 你要找买点 然后等到第三季利多出来的时候 那个财报营收很漂亮的时候 你记得要卖一趟 所以如果你错过这波真顶的F真顶的 那今天真顶下下来嘛 这个下来是慢慢越界定 打不过可以画 帮我带下F真顶的K线图一下好不好 来今天F真顶关下来了 对不对 我觉得是好事不是坏事 你会发觉一件事情 各位现在到这儿 你会看到了 离季线越来越近了 有没有 你是不是离季线越来越近了 那是不是搞不好 机会要来了 是赚钱机会要来了 所以我们在说这个 今天要跟你讲这588这活动 机会不会等你太久啦 机会真的不会等你太久 甚至包含当时你错过紧缩的 对不对 你错过了加联益的 两支掌停榜跟你讲 赚了17% 我们获利了结掉嘛 好 那第一季财报只有0.21 这很正常 因为我都已经告诉我会员了 对不对 那现在下来要干嘛 现在下来要干嘛 我认为还是找买点 如果你当时错过这波上去的投资贸 这次下来 是又有机会上去 好那如果不论在电子 不论在电子股在平概股 不论在生计股 我认为未来都会有很多好的股票 下来可以买 588 我要发这个活动 给自己一次每一季赚五成的机会 股票不要多一档就好 盘中带你进带出 带你进也带你出 但是你要跟我们讲你的持股比率 只要验证的买一两张的 谢谢就不要来电 你有兴趣的投资 把握这机会 现在就可以用华尔士先打电话进来登记 好不好谢谢 好 更多分析续续定明天节目了 我是韦婷 感谢你收看咯 再会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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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